字幕提供 立刻將球可以拿回來 球其實拿不太住 而且對方也都知道我們一定會把球給撐破兩次 好 接下來越位了 剛剛是 今天是單燈關島的左後位 交一個直線沒有越位 Valco 哇 想要嘗試突破中華隊的防線 不過這又是被 中華隊的後衛 即時的解圍 他身材真的是非常棒 陳妮陽的身高大概177到178公分 那真的是個子小了一號 景點跟進的15號球員林昌文 完了 哇 擊球要小心 Michael單獨帶了機會 跳球 球進了 今天兩個丟球都跟他有關 中華隊這邊出現吧 想直接分到右邊 不過直接傳給了Michael 中華隊的反擊 又浪費掉了 好 現在看到Michael出現在右路 面對黃美圓的防守 成功的擺脫 交到底線附近 哇 還好 哇 舊的漂亮 哇 舊的漂亮 我覺得Makin很有可能 會輕鬆的補進第二球喔 我們落後一分 然後在最後一波的play也是進球 本來以為 至少不會歷史上第一次輸給關島 好 沒想到13年的挑戰盃 我們就輸掉了 好 關島隊 在左側Michael 哇 還是被對方給突破了 現在4分鐘的補勢已經快到點了 Cutty 香港隊這邊球是被斷了下來 關島隊的發動反擊 立刻給到左邊的Michael Michael面對Jack C的放射 交到劍區裡面 給了一死到啦 然後發動反擊 但是沒有發覺 後面有對方圈 但是這邊 Michael又把球給搶過來 好 現在是3個打4個 分到右邊 John Makin 黃威 好 分到右邊Jack C的 中間有三位球員的跟進 香港隊在右路的進攻 欸 配合上面確實 譬如說 香港人的好處就是 他們的傳球觀念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在攻擊之情上面真的還是差了一些 好 關島隊 接下Michael 找機會 沒辦法看到左邊 大概有關島隊的突然的前鋒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Rion Guy 但是第一場被縱化隊的時候 他站的是比較靠中間 就靠後面 好 能看到關島隊在左側的板 所以 有點像是棒球一樣啊 你打個明星邀請賽 還是要限制一下投手的 投球局數啊 所以剛剛看到他沒有上 本來想說 會不會有傷還是幹嘛 但也沒有啊 他在看來上面一樣活蹦亂跳的 所以 純粹只是因為 關島隊認為他們這次大賽 其實打過來已經滿滿力了 而且 香港隊的實力差距其實 跟以前來說是更小 好 關島隊 下半場一開賽後 右側Marcom隊的突然的前鋒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Rion Guy 但是第一場被縱化隊的時候 他站的是比較靠中間 就靠後面 好 能看到關島隊 在左側的反擊 Marcom 常識來靠中反擊 現在兩個打兩個 Marcom Marcom Marcom中路的反擊 現在是兩個打四個 往右邊走 常識來突破 Marcom Marcom 起腳 WOW WOW 以打這個情況下 自由是被門將底光影給擋得出來 哇 是內所長的麻吉 好 關島隊 在右路 Marcom 常識來突破 Marcom 真是想要交進太多出的 以上的一些效率調整 原本打中後位的Garagata 或者是上來打後腰 Marcom 在右路 嘗試想要突破 Marcom 掉到遠處的地方 追求 那北韓還是要小心 在邊路埋伏已久的Marcom 中路把球給拿了回來 WOW 看到Marcom 直線球想找Marcom Marcom拿到球 Marcom 嘗試的起腳 門將倒得漂亮 李光益 還能夠完成射門 真的是只有 馬com做的